万荣乡红叶国小15号举办了 学习成果展演嘉年华 各班级学生以静态展示 和动态话剧、歌舞的方式 来展现这学期的学习成果 而其中在文化语言的教育上 学生透过话剧和主语闯关游戏 呈现了太鲁阁足和英文双声带的学习成果 学生家长也高度的肯定 六年级学生台上精彩的歌舞还不够 跑到了台下带动学弟妹以及家长们 共舞全场还翻天 这是万荣乡红叶国小学习成果展演嘉年华 今天的学习成果展演 除了各年级、各班级的才艺表演 以及静态的学习作品展示 校方的12年课纲里的 语文生根、民族教育 尤其在文化语言教育上 太鲁阁足语以及英文的学习 双声带的语言教育更是成效卓著 从幼儿园的语言教育以及英文语文的学习 学生通过了话剧以及注意闯关游戏呈现双声带的学习成果 学生家长也都高度肯定 从正规系统的教育资源 红业国小也在大波持乐团、益智勋医师等各界的支持协助下 让学校的教育面向更丰富多元化 学校落实108年新课纲素养教学 生活情境脉络中学习 老师的创新课程教学 让孩子学习得更快、更乐于学习 现在是因为我们在落实108年新课纲素养导向的教学 那我们也希望孩子在他们生活情境脉络中去学习 然后老师用创新的教学策略 以学生个别的多元智慧的一个方向去做课程的设计跟教法的创新 那我们也发现了我们老师这样子落实以后 我们的孩子学得更快 然后他们更喜欢上学 红叶国小虽然有将近三分之二的学生属于学习弱势 但在老师用心努力以及家长的支持下 学生的学习有长足的进步 校长成月珠看见学生一步一步的成长快乐学习 特别以学生们为荣 达到了学校教育的目标也体现了教育的价值 记得石玉兰温荣采访报道